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各位同行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参观 参观 这两星期 我说几句的储民 大家听到 第一个是 游离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我听到吗 你如果有利 你要走天下哪个地方 人都暢行無阻 但如果不理 你一步也走不出去 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是中國的 叫豬八戒照鏡子 什麼意思 禮 禮去照鏡 裡面看到的那個是禮 它本人也是禮 所以禮外都不是人 豬就不是人 所以豬八戒照鏡子 禮外不是人 我問你一件事 把中華民國放在鏡頭前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鬼 你會看到鬼 對不對 因為鬼競館啊 中華民國就是鬼競館啊 什麼叫鬼 離開他本來的新區 在法國老老所謂叫鬼 對不對 他的新區在哪裡 中國啊 台灣不是他的地方 他是代理美國來這裡 本來是軍隊 還不是中華民國呢 那不是鬼是什麼 鬼競館啊 他的新區在哪裡 金門馬祖啊 村的地方都中國現在殲起來了 像村兩地 金門馬祖啊 現在這個鬼競館 本來帶來的那些鬼裡面 那些人 就是國民黨那些人 變成在野黨 對不對 去接的誰 蔡英文 對不對 他是台灣人嘛 聽說他是台灣人 但是他的人動是中國人 所以去接中華民國做總統 你人動中國了嘛 所以做總統之後 第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去拜中列祠 去拜中國的廟 中國整個廟 對不對 中國 中列祠是替中華民國死掉的 被供奉在那邊 你台灣人去拜那時候拜什麼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所以他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當初 不然你就不要算 你如果算就表示 我已經認同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接下去所有的 姚記 黃靈啊 這些都來了嘛 就是人動中國這條路嘛 現在更差別的 最近不是所謂的 雙十節國慶 他在辦一個慶祝會 對不對 很差別喔 國民黨不要參加 不是只有國民黨 台獨的也不可以參加 他不知道辦這個 要辦什麼人 國民黨的本 本來支持的人不可以參加 你以前跟你講上來的 台獨的也不可以參加 對不對 那大佬我們一個一個都拒絕 說不可以參加 你在那裡站起來 你以前跟你支持起來的 基礎都不可以參加 所以現在真的是 不是只有照鏡子 里外不適人 你現在站在那裡都不適人 其實蔡英文有照 他的意思 我一直說齁 你如果真的台灣要獨立 你就要做幾個人 跟美國獨立一樣 美國獨立就要做什麼事情 跟本來是你的通知者 跟他對抗 對不對 說我現在要獨立 獨立比較進情 就是你不是獨立 不是獨立 就是依靠過去的權利 就是以前的女王 比是他的殖民地 你跟他對抗 這個土地本來是女王在控制 你獨立你要跟他打一仗 對不對 所以美國跟英國 是不是打了一仗 你宣佈獨立 對不對 你台灣人 如果自己要成立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去撞那裡都沒力 人家不會把你當一回事 你要參加任何 以國家為單位 民意為組織 國際組織 你沒有組織去參加 對你是一個國家 對人家說 不然這樣 我就去把我的條件準備好 他的條件是什麼 就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表示你進情不是 問神經理 你第一次找什麼 誰人是你的宗祖國 對不對 是誰人關到台灣 所以你如果要獨立 你來做幾項事情 結果 我跟你講 台灣人要獨立 你來做幾項事情 第一次把米婆 把美國打敗 因為美國是台灣最快土地的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把他打敗美國 所以美國在說你台獨代表戰爭 你敢對我的手頭走出去 眼睛 你好敢來打 好啦 就尊... 尊勝台灣人有這個能力的跟美國打敗 好嗎 第二 他要打什麼 打日本的 打日本跟日本天皇宣戰 因為日本天皇擁有台灣這塊土地 本來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擁有的 對不對 什麼時候天皇擁有過台灣 他怎麼到手上的 本來就是1895年馬關條約 本來是大清立國在台灣做殖民地 那時候沒有中國 大清 大清就是消滅以前大明王朝的國家 大清是一個國家 因為有自己的領土 一直擴張 所以整個中國是被他殖民 被他佔領的地方 他是戰敗者 戰勝者是大清帝國 對不對 他一直擴充他的領土 結果他對台灣才是當作殖民地 還沒有把他列入領土 殖民地來拓殖 只有左半邊而已 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帝國皇帝 大日本帝國皇帝 大日本帝國皇帝打敗大日本帝國皇帝 對吧 夾武戰爭 打完 大清帝國求饒 說不然這樣我掛土地給你 你不要繼續跟我打 再打我就滅亡了 對吧 掛這兩塊給你 加上聊東半島 然後搵嶼 寸清 reign 大日本帝國anchatsu 本帝也是殖民地 但是慢慢的走 從殖民地 讓台灣的地位 升極 成為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程序怎麼走 要先方明化 因為這土地的本來都是 像北海道本國 不是日本聽誉的樣子 本來一個地方 叫慶努族的地方 這個族的地方 政府之後就要把當地人民跟他說一句 學日本的文化 最後黃民化宣布憲法實施在北海道這個地方 一樣的動作他會做在台灣 因為這是按照國際法一步一步 把你那些殖民地的地位 丟到領土的地位 這中間是一個過程 有些該做的事情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憲法是不是實施在當地 本地那是黃土 黃帝手上的土地 但是實施憲法上去 意思不一樣 並做他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有經歷過黃民化的過程 到最後1945年的4月1號 天皇有一個招書宣布 從此以後 所有台灣人 事同跟日本人一樣 平起平坐 內外的思維一樣 所以台灣人可以派參議員跟眾議員 去日本的帝國議會裡面開會 真正可以 所以為什麼你知道那時候 美國為什麼要跟大英帝國打仗嗎 因為大英帝國會給它稅 但是在美國殖民地那時候 在法國的支持之下,對這個大英帝國 他們說,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能力 我們沒有代表在英國議會裡面替我們發聲 同樣的意思 如果你真的是英國一部分 你會有代表在那邊替你這個地方發聲 台灣就是因為 天皇頒布造書之後 我們就可以派人 台灣人喔 但是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去日本帝國議會 行使參議員跟眾議員的角色跟職權 從此以後 台灣人做兵 當兵是一個效忠的象徵喔 當兵這件事 你不是 帝國的成員 你不能替帝國以軍人的名義打仗 你頂多是叫做義勇兵 但是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大日本帝國的行命的時候 你去打仗是一種榮耀 權力也是義務 所以後來 從那時候開始 台灣人去做兵 叫做日本軍 日本的台灣軍 所以之後 放在什麼 靖國神社 用擺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放在靖國神社 這邊是日本人的擺 因為台灣人也是日本人 台灣軍就是日本軍的意思 所以我們民進度 蔡英文代表 一部分 有人去拜中國人 做他的祖先 去認主歸宗 我們的認主歸宗 是日本天皇天長節 我們去拜天皇 對不對 我們會去靖國神社 去參拜 拜我們的祖先 所以這個認同就很清楚了 這個角色 做了一個選擇 我現在要說一個 趣味的事情 現在就是 台灣人搞一個勘戰 當你有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identity 你到底是什麼人 台灣人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要說 過去台灣人出國 出國去玩 每到一個新的國 比如到歐洲 人家說 你哪裡來 台灣來 泰國嗎 不是不是台灣 泰國比我們出名 因為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所在 我台灣來 他說 台灣很好啊 聽說也很漂亮 請問你們的文化是什麼 什麼是台灣文化 當人家問你這句話的時候 通雄是 台灣人家是 正常的 會想的喔 什麼是台灣文化 你說不出來 你看看 人家問你說什麼是台灣文化 你說得出來嗎 亞齊 要唱死人 山泰柱跳電影舞 唱死人 對不對 去拜拜 唱死人 歌詩 唱死人 那不是台灣文化 那不是 台灣人本土的文化 那不是台灣人本土的文化 當台灣人要說什麼是他的文化 你去問歐洲人 也很高興的跟你展示 這是他們國家的文化 對不對 台灣人說不出來 為什麼說不出來 因為當他講出來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是白人的 都是中國人的 沒有一個是你自己的 因為你在這個土地上 你並沒有文化的主導權 你無法主導 台灣文化是什麼 你的主導權 掌控在中國人手中 過去的70年 都是中國人 替台灣人解釋 什麼是台灣呢 什麼是台灣文化呢 他如果無法醫的文化 就把他競調嘛 譬如說你 佈台語這樣太好 他競調嘛 不准你再演了 那不是 以前黃俊修佈台詩 創到大家整天都 百分 九成的 台灣人都在看佈台語 那事情都不用做 那時候宋水儀做新聞局長 對不對 他競調啊 不然就叫你說 他裡面就要參加中國教 對不對 你知道嗎 突然跑一個角色叫中國教 我也覺得很奇怪 比較有那種角色 對不對 我們佈台詩叫你用國藝去演啊 荒唐至極 對不對 那時候的台灣人 雖然我跟他說佈台詩 也不是台灣文化 但是 因為大清在台灣殖民局 我們想說 那就是台灣人 人家主席很大 所以你文化權 是主導在別人的手上的 他叫你說 就要說北京西 他說什麼文化 他們的憑據 他們的經據 比較高級 對不對 那時候台灣人沒有在看 誰在聽 誰在唱 但是那時候 就是放在電視裡面 幫你播放 對不對 那叫做文化主導權 你現在去台北市立美術館 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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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博物館 裡面的文物 都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流 來給你描述的 所謂的歷史觀 那就是他的主導權 就是他手頭 把你的文化放得低 他的文化比較高級 他是主流 他是副產品 你記得那時候 最近不是經常 好多的過去的民歌手 都要照出來 要收嘴給一段 因為老了 以前的民歌手 現在沒那麼多 想說 最後還來唱一段 賺錢賺到回來 你聽聽看 你以前長大的歌 你再聽聽看 他內容是不是很荒唐 我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看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你唱的是人 我故鄉 我故鄉坐公車 十分鐘就夠了 你的故鄉在遠方沒有錯 我們台灣人的故鄉很近 走路也走路 走路也走路 對吧 每個都很奇怪 還不是 什麼 龍的傳人 對不對 你把歌好笑 誰是你龍的傳人 我們台灣人 我們這個海大 怎麼會變成你中國龍的傳人 怎麼有可能 對吧 他裡面唱的歌 每個都潛移默化 幫你洗腦 我告訴你 文化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叫做 Process 程序 你是怎麼進去一個文化 它是透過一個程序 我先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以前念過非洲藝術史 非洲歷史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部落 部落裡面 他們有一個叫做 那個Process就是你成人 成人 成人禮 你就要去跳一個舞 他們叫做Secret Society 也就是說 你一個年輕人 算是小孩子 但是你要進入大人的 所以要經過一個 洗禮 不管是叫你有任何地方 把你腳踏上去 叫你跳下去 還是叫你過火 還是叫你去打 或是第一次叫你拿一支豬 喝起來 喝他的火 不管是什麼形式 那都是一個叫做 入會儀式 讓你為小孩子的世界 進入成人的世界 也從小孩子的世界 什麼都沒有什麼屬性 進入一個文化裡面 從此以後 你經過這個 你就開始認同自己 就是這個文化的一部分 台灣人也是說 他們這個 中國給你設局的文化的儀式 包括他說 家灌 那是中國人的 什麼 家灌禮 到二十歲 就要去廟裡面去家灌 那都是中國文化 那不是台灣的 我們本地是 本土是 平保祖跟古代祖的 好代 沒有這種文化 但是你經過這個Process之後 就進入他的文化 開始 identify yourself with 這些中國人 開始你認同他 可是台灣人很趣 他又有他自己 骨子裡面覺得 我就跟你不一樣 很害羞 就算我經過你這個過程 我跟你說 不用說其他人 我就好 我就是自少人 四五年級生 那就是那時候 離開聯合國 那時候用那個什麼 文化教育 最強的時候 這個人 就是那時候 強加文化意識 最強的一代 但是我又沒有變成那種人 所以你本地 你如果真的聽你心裡面的聲音的時候 你知道你跟他不一樣 那時候民進化不出來 我們還有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不一樣而已 不一樣在哪裡 我講不出來 因為文化 歷史的解釋權 都掌握在人家的手中 你打開電視 翻開報紙 到學校訓練書 教科書 給你看 每一天從早上八點開始 就去唱國籍歌 把那個 操他上 敬禮 行戰局公理 唱國歌 到晚上下課放學 也要來一招 對不對 回去電視開節也是這種 補充的 補充的 全都是副本 又在副市 你如果被騙了 要去吃個頭路 也要考國護思想 跟什麼三民主義 對吧 這就是一個process 你整個文化主導權 是掌握在人手中的時候 結果你的identity 就出了問題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 自己要走一條路的時候 你就有發生這個 身份角色上的錯亂 錯亂的結果 就跑出一個像蔡英文這樣 錯亂就像李登輝這樣 又要把中華民國就地合法化 錯亂的話就像李登輝講說 台灣人的歷史是四百年 過去有最多我口 台灣人的歷史是四百年 你不要用百分之一 被人家當作殖民地的歷史 當作台灣人的歷史 那表示你認同是中國這個一條路 你如果身份認同錯 你整死人了連 就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你到死的時候 如果不曉得你是誰 你這死人白活了 不僅白活 而且他很冤枉的死掉 所以我說 那時候來到民進府 聽到我們法律 知道真正台灣的地位 以前那時候 人都說 你是幸福的人 你是有福的人 你知道自己是誰 在我們之前 是的人都不知道 他是在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的身份 他不知道 再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來民進府家 我們幫你抓到兩個很重要的主軸 會讓你的身份定位定好 到底是什麼 法律 法律 法律上面 你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台灣人是一種人種沒有錯 佛摩莎 剛才在這堂四萬年 不可能到外面的 你是什麼人 法律上你是哪一個國籍的人 這兩行跟你抓出來 歷史透過科學證據跟你說 你是什麼人 透過法律跟你說 你在國際法上面 你是什麼地位 我簡單說到這裡 我們開始講 這是古年 來 先不講這個 我講一個比較熱門 因為今天 我這邊的課 來聽的人 什麼人都有 來 等一下 我為什麼按不下去 現在最出名的 最熱門是什麼事情 美國大選 為什麼美國大選 跟台灣什麼屁事 你會這樣想嗎 還會這樣想 美國去打算選議員 跟台灣什麼關係 還會這樣想 插桌子去 誰有選條 跟我什麼關係 我跟你說 跟台灣關係大了 大到你無法想像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 算出來的總統 就是台灣的 贈贈贈 台灣這個地方的贈贈贈 台灣本來是誰人 大日本帝國的前民 我老爸老母 當時日本時代出國 拿日本護照 給大日本帝國護照去的 我爸爸的阿姨那邊 在芝加哥大學讀數學系 讀數學博士 那時候一輩子 跟美國那一輩子 跟美國那一輩子 數學博士 他就推 大日本帝國護照出去的 對吧 為什麼這段日本人的後代 變成中華民國人 哪有可能 是什麼程序給你改的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其中 聽我媽媽說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這個 美國總統你不要認為 只是一個特定人 只有歐巴馬 沒有 美國總統是一個 代表 代表什麼 美國這個頭 只是他這個頭的形成 跟日本天皇 天皇是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英國也是一代一代傳下去 但是美國他的這個 代表美國這個頭 是透過選舉的過程產生的 中國的產生方式是什麼 透過任命隔一屆的 對不對 選出他的領導人 中國的領導人 也許透過這種程序去產生的 所以不同國家產生他的領導 像太皇也是世襲 所以太皇最近過世 就他兒子接任 所以每個國家 他一個國家有一個代表 那個代表怎麼產生 因為人會死 他怎麼延續這個合法性 美國透過選舉 你既然是被美國佔領地區的人 你是不是要很 注意說 把我們贊助的人是什麼人 我跟你說 你去贊助 你要知道 把你贊助的人是什麼樣子 想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不會去做出 違背他的事情 免得被修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先知道 美國人到底想什麼 他的文化是什麼 但是你如果要了解美國文化 最快最簡單的方法 是透過美國的選舉 為什麼 因為美國選舉的時候 就是總統要把他 所有美國人最關心的議題 拿到檯面上來討論辯論 對吧 所以美國總統在討論的時候 一定是大家最熱門 美國人最關心的事情 拿出來討論 在那邊辯論 透過這個程序 美國人絕大多數把票選給他 然後他就當選 他可以代表美國 那我今天為什麼跟你這樣 你們知道現在是誰跟誰選 對不對 一個是共和黨 一個是民主黨 美國為什麼有共和黨跟民主黨 追很久的歷史 今天不講這個 但基本上是兩黨政治 有沒有第三黨的空間 有 但是他活不下去 一點點的空間 還不足於 有啦 之前有一個Pirot 也出來競選 就獨立參選人 所以最後 川普當過民主黨 也當做共和黨 就看他最後如果要當總統 就掛一個比較大便的 先不講他 為什麼要講這個 中間還放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不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 這是 他為什麼沒有亮 等一下 你 OK 有亮了 這是時代雜誌 最近一期 他放了一個人的照片 這是誰 認識這個人 跟美國總統沒有關係 他就是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然後 現在的競爭是這樣子 過去幾個月以來 雙方的 誰 你覺得誰的現在贏人比較多 誰比較會贏 看不清楚 你不知道 這邊 你有在關心才會知道 其實 在一個禮拜之前 雙方還是僵持不下 有上有下 這位是 億萬富翁 不管做過政治人物 沒有在美國政壇上出現 沒有當過參議員 沒有當過眾議員 他就跑出來了 共和黨怎麼變成他來代表共和黨 我也不知道 共和黨人也不知道怎麼會後來 他來代表共和黨 共和黨人也覺得很怪 這件是怎麼走出來的 可是就是他出來了 他代表共和黨出來了 可是他做的事情都不像共和黨 所以共和黨現在要跟他切割 一共也不代表我 一共也不代表我 然後這次叫做川普 很好走的人 自己也私人飛機 他的太太是 以前東歐 就是前蘇聯的某一個國家的 選美小姐 他第三任老婆 所以他小孩子都很漂亮 站出來都說 哇 俊男美女 帥哥 這叫做希拉蕊 希拉蕊是誰 就是以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老婆 那她的話就不一樣 她的經歷非常豐富 她擔任過總統的老婆 當總統老婆有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 當時大家都認為 克林頓雖然在前面當總統 有一個小總統在後面指揮就是他 之後他跟歐巴馬競選總統 但是歐巴馬很大方邀請他來當國務卿 所以他又當了兩任 歐巴馬兩任他就讓兩任 就影響到美國的 跟國際的事務上面 這也是他最有興趣的部分 那最近他出來選總統 那他以前是威斯里畢業的 你有沒有聽過威斯里這個學校 在Boston那個地方有一個學校 聽說是專門出總統夫人的學校 這個是這樣 他等於是對國際事務非常的熟悉 他跟他對著打 可是最近來一個爆料 這個爆料 當然上個禮拜爆料是說 他在2005年的時候 接受一個叫做 好來Hollywood的什麼東西 的一個雜誌 他專訪 就是他專訪結束以後 不小心講了一些東西 非常不得體的 就是對女生的這種輕蔑 然後在性方面的這種 他說這件事情對他打擊很大 可是這個都打擊不夠大 最大的我覺得還是這個東西 把普丁的照片抓出來 這上面寫什麼 Russia wants to undermine faith in the US election Don't vote for it 這邊一個普丁 實在很奸詐的臉 更有趣是什麼 他這邊放了一個 I voted 這個I voted是什麼 在美國 只有你投過票的話 你就可以貼那個sticker在這邊 說我投過了 這票我投過了 不過我倒給啊 普丁投過美國總統大選的票嗎 當然啦 美國的媒體有兩個 一個是用文字來描述新聞 一個是用過Pictoria 就是圖片的形式 來告訴你很多秘密 這秘密說他已經做了一個選擇了 最近他把它refer變成川普 因為川普以前的競選總幹事 被換掉的那一個 其實有接受Russia那邊很多的 錢方面的資助 所以這件事情爆出來以後 他馬上被file掉 換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媒體人進來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 讓美國的國安單位非常的注意 你看連媒體界的人都敏感到 把他照片弄出來 那我覺得對他的沙灘尼最大 應該是這個地方 就算你講說這是誣陷都沒關係 但是我要講 歐巴馬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俄羅斯怎麼介入美國的選舉 才是最有趣的事情 好啦普丁光是他講這個 這個應該照理說是負面影響 美國人說你來亂的 你覺得美國 普丁到底要在美國 這次大選裡面要做什麼事情 有的人說他去挖了 希拉蕊的那個什麼 電郵案啊 那有E-mail裡面把它盜取 或許是 OK 或者說他的進選總幹職 請了這個 Pro-Russia的這個進選總幹職 那也可以講一些東西 但是俄羅斯到底要在美國大選裡面 做什麼事情 其實你就看這雙方的支持者 你就知道 俄羅斯到底在美國大選裡面 出動了什麼手腳 最大的手腳是什麼 我跟你講 所有川普支持到現在很西東 基本上就是美國的白人 中下階級 這在美國裡面 產生很大的震撼 我換句共產黨講的話 這叫做階級鬥爭 普丁在美國這個國家裡面 搞階級鬥爭 嚇死了 所以歐巴馬會出來做一件事情 歐巴馬說 不管你今天選給川普 還是選給希拉蕊 我要美國的選民做一件 出去投票 為什麼歐巴馬要堅持講這件 他以總統的高度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我先跟你講 美國這個國家的權力 你主權來源是誰 人民對不對 本來是英國女王 授權 那後來美國跟英國打了一仗之後 美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那自由民主國家的主權屬於誰 全體人民 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全體人民 一起來管人太多 所以最後他還是要選出一個代表 所以要透過一個什麼叫 選舉的程序 人民把他的權力再交出去 透過選票的方式 選出一個人來代表管理者 還有這個授權 這個授權機制很重要 如果今天授權 如果低於50% 它還有代表性嗎 如果美國總統 這次來投票的人數很少 那你再選出來 那個票數又他的一半 也就是說只有25%或者20%的人 支持你當美國總統 你還有那個執行權力的那個 支持度嗎 沒有了耶 你就很難有那個代表性 所以美國這個東西的造門 美國是民主國家 主權在民的造門 就是他一定要選舉 一定透過選舉程序 可是你一個主權在皇帝的手中的 就算我的總理或代表人 英國女皇或者皇帝的代表人 民調不夠高 那也沒關係 我就是要讓他當選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再拉回泰國 泰皇 不管你紅山軍也好 黃山軍怎麼去鬥爭 OK 紅山軍代表社會階層比較低 黃山軍代表知識分子 你再怎麼鬧 最後泰皇皇軍就出來了 由軍事政府下來 鎮壓泰國 雙方的領袖抓來好好的談 都跪在泰皇的面前 你這樣鬧下去 人民會倒楣 擺平對不對 因為他才是那個權力的擁有者 這就是有國王的國家 為什麼我要跟台灣人說這個 因為台灣人不知道他自己是 有皇帝國家的人 我們是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臣民 但是中國人不要讓你知道這件事 過去的歷史完全不講 我繞這麼大圈 就跟你對比什麼叫民主國家 什麼叫做有皇帝的國家 這樣你對所謂的主權的概念才會清楚 那至於所謂選出的內閣 那些是管理的 但是他不擁有主權 來 不講這個 那我再講一個概念 在這時候你看很多事情 有實的 有虛的 有消風氣的 起來的 現在台灣的政治界 誰人消風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 小風氣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 以前 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我們要重新洗腦 什麼叫做大 什麼叫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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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大 你要分清楚 我請問你 中國大不大 點頭 你要看用什麼來講中國 中國在哪裡大 你如果中國是這麼多國家的組成 它就不大了 對吧 裡面有漢滿門回帳 我們要有十幾千人 它不是一個合一的團體 它裡面互相矛盾 互相衝突 中國的數據 你如果看現在中國媒體的 你覺得它很大 但是你如果看西方媒體 來報中國的實際上數據 哇 出問題耶 那你在看最近中國的經濟裡面 它的最原物料的消耗的數量來看 你如果看那個幾個城市都變鬼城 裡面沒有人住 高速公路上開上去 沒有車子在跑的時候 那更可怕啦 它到底是大還是小 那在國際法最近判案下來裡面 比如擁有男孩的時候 它到底是大還是小 好 一樣 美國到底是大還是小 美國現在處於半分裂狀態 到選舉的時候 有一批人要支持這個 到底大還是小 美國卻一半 有沒有它之前 團結的美國那麼大 就不一定喔 我說實際上小國 我請問你 以色列是不是很小的國家 它到底小還是大 它人口沒有台灣多喔 但是以色列裡面的人 叫猶太人 世界諾貝爾獎的大部分的得主 跟他國家的人口比例不成比例耶 美國過去的這個外交政策 很多的影響者叫做基辛吉 它猶太人耶 美國的黃金市場 鑽石市場 好萊塢 都是猶太人在控制耶 那你告訴我 以色列到底是大還是小 這個小國可以影響到大國的時候 它到底是大還是小 英國不算大啊 可是英國還在掌控世界金融啊 它到底是大還是小 所以我們所謂對於大跟小的觀念 要重新再想過 好啦 現在拉回來啦 國民黨以前對我們講很大 對不對 現在國民黨到底是大還是小 欸 講啊 國民黨現在是 這樣了 這樣了 對啊 才過不到一年時間 怎麼變這樣了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是怎麼發生的 過期我們不敢想像嘛 過期國民黨怕死人的肚子嘛 包山包海嘛 是不是 所有大人所有的企業行李 要做行李不可能跟國民黨沒有關係的嘛 你到農會也好 漁會也好 什麼什麼 要拿一個農業都跟國民黨有關係耶 你去學校念書也跟國民黨有關係耶 你要進去任何企業裡面做行李 要探解錢 所以銀行都跟國民黨有關係耶 那不是 陳幾何時國民黨 水到這樣 變這樣沒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錢已經搬出去了 錢都搬走了啦 錢搬走他就變小了嘛 錢很多的時候他就變大 因為人會挖從錢去那裡 當他有很多錢可以發的時候 很多黨工嘛 現在連黨工薪水都發不出來啊 不是他沒有錢啦 因為錢沒有放在這邊發啦 我說過嘛 比較聰明的人 急行走 人的走嘛 比較傻的人 跟錢做一些走嘛 最傻的就是人家走錢 沒拿 對吧 說的都算聰明 現在錢已經搬走了 更傻的是接他的卡給蔡英文嘛 那不是 那大家去承接他嘛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顧美國 顧中華民國 我看是誰人要照出來 承接這個案子 對吧 是誰代表中華民國 承接這個案子 我待會兒再聽話慢慢說 今天不講那麼多 來 這百度就是跟你說 蔡英文現在所擁有的中華民國 已經用選出去買 不知道選幾次了 選到不知道人 人家不用去 我剛剛講說台獨 蔡英文他們代表的是 來 再講一個簡單的 最近中國宣佈 中華民國幫教國 大概一個一個都會斷掉 而且短時間全部斷掉 我建議它斷得乾淨一點 一個都不要勝 那中國為什麼要把它斷掉 你們知道嗎 中國為什麼要斷掉現在蔡英文 所有的國際路線 因為她不承認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講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你就是對我們這裡出去了 她在陳述事實 中國講的話是完全按照法律在講 是在台灣這個人 搞不清楚狀況在那邊胡說八道的 所以你中華民國走到全世界都走不出去 沒有人承認你 因為你講的無理就是寸步難行 所以中國就跟她講 你要去想想為什麼兩年前你可以參加 現在不能參加 中間唯一的差異就是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為什麼承認九二共識對中國來講這麼重要 你一旦中華民國承認九二共識 就是兩邊同屬於中 同屬於中華民國有的所有東西都是我的 台灣也是我的 中華民國所擁有的南海這些島嶼也是我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參加一定要承認九二共識 中華民國對中國來講才有存在的意義 你如果不能幫我把這島拿下來 不能把南海拿下來 我要你何用 所以我就會把你處理掉 所以我就斷掉所有承認你的過 所以兩中是誰在玩 是中國在玩的 美國配合演出 所以最後在法院宣布 蔡英文的政府叫什麼 中國台灣當局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初級班已經不是初級班了 我講的已經很深了 已經不講初級班了 因為我們的身份證已經不發了 革命先行者已經 以後拿身份證要拿去哪 去屈公所去領 好 那我繼續講這個東西 所以這接下去要發生的事情幾乎是 我這樣講 戲已經在演了 每個人角色都佔定位之後 你就規規矩矩把戲演到完 什麼戲 中國有中國的角色 台灣民進文台灣民進文的角色 蔡英文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角色 每一個人就按他的戲演下去就好了 最後這一局 會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時間 一切都改變 來 回到我們的官網給他們看一下 來 到我們官網 我剛才說一句 什麼是實 什麼是虛 台灣人都要看有 現在帶一個團體在台灣 是越嚴重 越實在 帶一個團體是 來 這是我們官網第一頁 先翻到G7那邊 然後再下來 再往G7 先到G7 再往下 對 那個按進去 G7 按進去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什麼是越走越實 什麼是越走越實 什麼是越嚴重越虛 我跟你說 台灣現在只有一個團體 越走越虛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組織 越走越虛 什麼團體越走越實 台灣民政府 越嚴重越實在 怎麼一個實法 怎麼一個實在的實 就透過 我跟你說 台灣不管哪個團體 不管哪個團體 只要在中華民國體系底下 不管你是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還是時代力量 還是怎麼樣 你在國際上都不被承認 你放心好了 不會承認你 叫中華民國 不管哪個團體都一樣 當然台灣民政府 就是可以到國際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證明 其中一個就是去年 到2016年 你一樣 不是去年 來年初 有一個叫G7 你們知道什麼叫G7國家嗎 你知道嗎 G7 不知道 聽過 聽過 G7國家 你知道世界 一個國家裡面最大的什麼 領袖 對不對 領袖 一個國家裡面最大是領袖 總統還是領袖 那個叫做領袖 那全世界裡面最大的是誰 他們給他名字叫做領袖國家 全世界有幾個國家領袖 為什麼叫領袖 因為他說的話算話 說話要算話才能當領袖 對不對 如果說話人家不跟你招小 你就根本沒有那個資格去當領袖 不好意思我用粗話 對不對 那全世界主要的國家就是G7國家 哪七個國家 我給你看 來請按下去 我們先按到G7國家的內容 再往下好了 那這個G7國家 怎麼會跑到這邊去 沒有要往下 我 不要再一直往下 我們只要看這個東西 你按一下這個 按一下這個 沒有回去 我們剛才沒有上他官網 不是到Flick 回到前面 回到我們官網上面的這一頁 回到官網 然後往下有個Link 往下有個Link 來 再一張下面有個Link 好 按這個東西 這個是G7 G7就是哪幾個國家 你按下去就知道哪幾個國家 往前兩頁 你再按往前兩頁 按這個點 來 很好 很好 來 Profile of G7 Leader 就是 世界的七大工業國的首領會議 那七大日本 今年在日本 Esechima舉辦 所以日本 那這是誰 江南大總理 他的爸爸也是總理 還是他阿公也是總理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 對不對 這是什麼 法國總理 這是義大利總理 這是英國首相 對吧 這是美國總統 對吧 這兩位是誰 歐盟的代表 你知道嗎 這G7國家就是 制定全世界遊戲規則的人 領袖是制定規則的 對吧 領袖公圍 大家遵守 那才叫領袖 領袖話不多 但是領袖講的話 有影響力 說大家要這樣算 大家都要這樣算 那叫做領袖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 再往下一頁翻 翻完以後 居然台灣 台北市的照片跑出來 怎麼那麼奇怪 上面寫什麼 Self Determ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就是叫美國 把他的模糊政策換掉的意思 再下一張 叫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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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國家裡面 台灣人的政府是指誰 連這些領袖國家 叫你講 叫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應該是蔡英文政府 對吧 怎麼照我們的 林志森秘書長的照片出來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台灣人的政府 到底是誰人 不是你台灣人說的算 是這G7的領袖國家說是誰 他就是誰 你知道嗎 那G7國家說台灣Sivil Government 那就是台灣Sivil Government 全世界 所以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官網前面 林志森秘書長照片就跑出來 回到我們的官網 來盡快好不好 回到官網 對 然後再往下 那只是G7 再往下 回到G7 對 回到G7 我要看G7 對 好這裡就好了 然後 這個事情只是 眾多槍的 我沒有要進去 來 先進國家首長會議 來 你現在為什麼卡住 我想看回剛剛那個地方 對 然後這一張 這是我們官網 你們自己上官網去看 除了這個以外 它上面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 台灣民進府 控告美利堅 合眾國際中華民國 自美國高等法院上訴文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 台灣民進府 構成兩個地方 兩個國家 美國美利堅公和國 跟中華民國 按號在這邊請按下去 那個 按這個東西 按下去 來 看一下 整個封面給你看 Oral Argument Not Yet Schedule 16514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rs Four District Columbia Circuit Roger C.S. Lin 等 原告 來 再往下 被告什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跟Republic of China 霍湖 台灣 Defendant of Parents 看他們去控告 中華民國去控告 給誰控告 給我們台灣民進府 台灣人知道嗎 不知道 你敢知道 你不知道嗎 我現在來控告的東西 給你看 在哪裡控告 美國在高等法院 美國不是一下就高等法院 先控告 我們先控告 古年228就開始控告 對吧 我們先控告 228延到現在高等法院來處理 地方法院說 他還沒有辦法處理到這個層次 先到高等法院去控告 當法院講 譬如梁 ADA 有 fundamentally 就是 這是你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做了什麼 他不該做的事情被告 很多 對不對 可是你只能選一個告 你要很多的話 要多一個人被告 到台灣做了什麼 家中華民國在台灣做了什麼 他不該做的事情被告 很多 對不對 可是你只能選一個告 你要很多的話要排隊去告 中華民國在台灣不能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不能做事情 你先搞清楚他是誰 你是誰 你才知道要告什麼 你才知道他做錯什麼事 你台灣人不知道你什麼人 你騙什麼去告他 很多問題 你台灣人到底是誰 然後告去美國 那很奇怪 你如果是中華民國人 你應該在中華民國裡面 告中華民國喚言就對了 我們找美國的喚言去告 對嗎 是不是 美國為什麼要收你的案子 美國為什麼要收你的案子 你告中華民國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跟美國什麼在台 所以顯然你告這件事情 跟美國有關係 那我們就要把整件事情釐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訴訟 是不是 那就要聽我講了 當你告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身份就跑出來了 中華民國是誰 不是台灣人會進入我 中華民國是佔領者 代替美國占領台灣 代替美國占領大日本帝國台灣 一開始只是接受麥克薩的命令 是代替美國占領台灣 那時候他們就在台灣 大時候他在順利連中華民國這系統也搬進來 他怎麼搬進來他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他怎麼搬進來他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他怎麼有辦法帶來台灣 為什麼他可以把政府搬到台灣 他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他佔領的時候 先把日本人一部分趕回日本去 所有的台灣人 他那時候宣稱第一件事情 叫做光復節 對 那既然光復什麼 就是你本來都是中國人 現在恢復你中華民國的身份 他從美國說 你叫他來工作人家 接受在的人 都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他就開始用成疑的行政命令 發給台灣人中華民國身份證 他一定有一個說法 他要把你吃起來進行 一定有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叫做光復節 說你台灣本地是中國人 現在中華民國就把你恢復女兒的身份 笑死人 那時候台灣人都日本人 台灣從來就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更何況我們日本人比中華民國還早 中華民國是1911年成立的也不是 那時候大日本帝國 我們日本人在這裡過很久了 189年那就日本人了 你中華民國要晚成立 我怎麼會恢復成中華民國籍 你從來就沒有過 你恢復什麼 是不是 我們就照顧了 你是怎麼騙什麼給我們發身份證 你是根據什麼命令 就說陳怡的行政命令 到法院的時候陳怡說 一個人的行政命令就把你們全體台灣 大日本人的國籍都換掉 可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 你為什麼覺得不可以 台灣人沒有保證你不可以改你的國籍 你如果台灣人不好 你如果日本人就不能改 因為日本人是個國家 國籍 你台灣人你如果說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如果說我台灣人不能改 誰人說台灣人不能改 台灣人不是國家 當然要把你放著都可以 你講到一個重點 你真的點到一個重點 就是當你承認你自己真正原來有國籍的時候 人才不可以改 但是你連你自己什麼人都不知道 人都隨才人給你定義 懂我的意思嗎 當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由別人來決定你是誰 但是你一旦跟人家講我是誰的時候 人家不能隨便改你是誰 如果你說是真的 所以中國軍來到台灣那時候 你如果堅持說我是本人 你在做什麼 中國軍不敢對你怎麼樣 他一點疲調都沒有 為什麼 他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人 你怎麼可以改 對不對 那是台灣人自己接受的 所以那時候 我們最近在告的時候 對方的律師出來講 代替中華民國講說 我自己改那時候 台灣人沒有反恐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句話很詭異喔 我自己改那時候他沒有反恐 我看到你那時候 你台灣人很開心去唸 你趙基隆港去掌握去反應 中國人跟他說 你現在比戰勝國 台灣人很開心 我們是戰勝國 不記得你是日本人 你是戰敗國 你跑去中國做你的祖國 回歸祖國懷抱 你每人跑去那裡 你台灣做這個動作之後 七十年給人做努力 中國人跟你接到很好 你中國人 不准再講台語 不准再講日語 全部講北京話 對不對 你自己就要當中國人了 那不是 你是中國人對不對 去當兵 你是中國人對不對 拿我們的護照啊 花你身分證啊 你是中國人對不對 驕債啊 但是你如果是日本人 他一行都不能做呢 拜託這些人 那個人不搬 基本上去選擇 旅程 我們的聖民 立野對 你是中國人 要 front 叫做 你打算 這個人 當選擇 這個人 可以平静 到妳 沒有 這就是國際法裡面的規定 因為你這樣把人證明 變成你的人世界戰爭打不完了 打贏就你的 現在最大的應該是美國 他最強 他打贏伊拉克伊拉克人 變成美國人就是這樣 這樣不行 不行 戰爭法就是規定 美國你打贏伊拉克 你頂多在那邊成立軍政府 成立民政府 但是雙方達成和平 你都要撤出 由伊拉克民政府 最後轉型成伊拉克政府 來管伊拉克的百姓 你要撤是對方政府跟你對幹 你把對方政府消滅掉 成立一個對你友善的政府 你就可以離開了 對你友善他就會做所有的政策 比如說把石油用合理的價格 送給美國 我先不講這舉個例子 什麼叫友善的國家 什麼叫敵對國家的一些意思 你打敗對方我就打給你乖乖乖 我就離開 只要你聽話我就離開 你不聽話我就再回來 就是這樣 就是戰爭了 申請 征服對方 但是了 其實我去提睜 就是這些勢 Exercise 而是傳說 有些意思 就是剛的 他走進去 他做過 有些意思 適當的 直播 改變我們的國籍 改變我們的身份 改變我們的認同 叫我們去背中國歷史 每一件事情都是違反戰爭法 每一件事情都違反戰爭法 你是會到國際法庭去告這件事情 因為基本人權被Violet 所以我們過美國 同時是Republic China 那兩個人去美國 台灣人現在的國籍都不被承認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去拿去中國 你拿中華民國照進聯合國進不去 人家不承認 不承認這是國家護照 這是現實的狀況 我們就告美國說 這怎麼會這樣 台灣人現在是無國籍狀態嗎 那無國籍這是違反人權 一個世界上的人不可以沒有國籍 就算你在一個國家裡面犯罪 最後判死刑 死刑的前一分鐘 你也不可以把他國籍拿走 他是國籍跟著他到死 就算他是犯罪者 這是基本對一個人的identity的保護 所以事實上最慘的人是沒有國籍的人 現在美國聯合國都在做這件事情 是針對這無國籍是哪些人 要做一個人權上的保護 那台灣人是不是真的無國籍 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說陳怡這個行政命令 真的可以把台灣人的國籍拿掉嗎 他如果他不合法 那就不用有效率對不對 沒效率 如果他是做錯的事情 法律如果是違法 本身沒有效率對不對 你中國人怎麼可以去改變日本的國籍 我請問你 如果可以的話 你現在也可以改美國人的國籍 那不是 每一個國家都把對方國籍給改掉 那不行 不行 那時候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前排在那裡等 中國人來就把你改變國籍 只是他一個說法而已 但是他不會成立 我告訴你一個概念 什麼叫詐騙集團 我說你欠我一百萬 你說你嚇的不用揉你 這件事沒有成立 但是我說你欠我一百萬 你真的 這個東西拿給你 拿一百萬好了 這個詐騙的行為是不是就成立了 你真的叫我們便宜了 對不對 台灣人 中國人來說 你都是中國人 你相信啊 我發你護照 身分證 你歡迎他去拿 這整個詐騙行為就成立了 那不是 但是他還是詐騙 我們把他勾 他到底這個東西到底合不合法 台灣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對不對 有沒有擁有 不對 台灣人擁有拿中華民國身分證對不對 不對 不對 如果這個不對的話 他不成立的話 那表示 原來台灣人有的國籍跟身分是存在的 並沒有因為你 你叫我們便宜消失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原本大日本帝國的 父母親都日本人 也國籍沒有換 他生出來的小孩子也是日本人 現在唯一比較有問題 就是台灣界偷的有兩種人 一個簽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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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簽名帖跟簽名帖 結婚之後生出來 到底簽名帖 簽名帖 對不對 那比較複雜 那今天不講這個 回到我們的主頁 回到我們主頁 這只要讓台灣知道說有訴訟這件事情 我時間不夠 文化 Culture跟Identity 我今天也差不多講到這邊 讓我可以按好嗎 這個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再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這樣子沒辦法上課 我如果不能按這個東西的話 我現在要再移住 Scotty 它是有什麼按鍵要按的 在這個PowerPoint修理好之前 我先講一個東西 蔡英文很愛說這句話什麼 民意 對吧 她跟中國在說話 我不能違反台灣的民意 那我就要跟你講 什麼叫民意 民意是人民的組成 對不對 那我們就Break down 就把裡面的組成分子有誰放進來分析一下 什麼叫台灣民意 OK 左右上下 謝謝 什麼叫民意 台灣有什麼人 我剛才已經有台灣人的組成分子說給你聽 有這麼多人有被佔領者 還有這個藍州會的下一代 還有什麼 還有70年以來去用中國人生鬧的台灣人 這塊算什麼民意 這是不正常的民意 你知道為什麼 她所說的蔡英文說的代表台灣人的民意 是一個被扭曲的社會 怎麼會有一個正確的民意跑出來 這裏面有一部分的意見是中國人的意見 中國人剛才來台灣嘛 對不對 中國人本來就不是住在台灣 台灣是台灣人大的地方 中國人怎麼會來台灣 美國送來的嘛 美國用軍艦 把一百多萬的支那人的部隊 加上難民送來台灣的耶 你講的民意今天這個民意就是你送出來的人 那時候台灣人六百萬人 他百幾萬人耶 已經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了耶 已經不代表台灣的民意了耶 是不是 他裡面有一部分人是不應該在台灣的耶 是不是 他是以什麼身分來到台灣的 難民啊 有沒有經過合法程序 沒有啊 那你部隊是什麼 是軍人啊 是佔領者啊 佔領的狀態結束 他們就要回家耶 你沒有合法繼續待在台灣的理由耶 是不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他一代待了七十年耶 七十年他會娶婆生的兒子耶 所以這樣你 你跟美國人說台灣的民意是什麼的時候 你回不完耶 除非你用法律程序 把台灣到底是什麼人的組成分子 把它分清楚 誰的民意才是可以代表台灣的人的民意耶 你現在投票裡面百幾萬 你去台北市投票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中國人的民意 是啊 所以你只算算不贏 台灣人算不起來嘛 對不對 都中國人在動選嘛 因為台北市的人口結構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就是中國來的 對不對 這人人跟他的部隊跟他的難民啊 這怎麼代表台灣民意 這代表台北市的中國人的民意嘛 就是這樣嘛 你台灣人說的民意是什麼民意 是中華民國體系下的民意嘛 不是台灣的民意啊 真的台灣人的民意 就要你把台灣人 還有一點 現在的台灣人 都是去用洗腦七十年後的台灣人 他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了 你認為他的民意還可以聽嗎 記得一個人來去用洗腦七十年的人 還會清醒的頭腦來跟你講說他真的要什麼嗎 沒有啦 所以你美國人要搞清楚耶 這個字我一直沒有跟大家講 那個字叫做種族滅絕 沒有台灣人 沒有台灣人啦 因為你現在都以為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外面的人都是這樣耶 想說他是中國人的後代耶 來我繼續講喔 這就是這樣 本來這是台灣人啊 正爭之後 中國人一次 這個中國人在上面 按照 先把二二八把台灣人的精英殺掉 他來補這個客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補上去了 所以你台灣人看他很努力 辛苦的工作 永遠是當努力嘛 你薪水永遠兩萬二嘛 對不對 你應該都在上面這個人 你就過去台灣經歷的事情 我已經沒有時間跟你們解釋太多 你們懂事的人一看就知道 把自己過去在台灣經歷的事情 再想一想 對照一下 就知道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個今天就不講 這是G7 G7宣布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進府 現在這個政府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有看到中國兩個字嗎 很多台灣人看不到 所以我必須要再弄一個 這是中國白 這也是中國白 這才是台灣 台灣民進府 這是真的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中國人的政府 這就是佔領者 這就是佔領者 我這要說很快 為什麼有佔領 就是因為有戰爭 才有所謂的佔領 和被佔領 佔領者一定是外來的人 不會是你們本土來的人 對不對 我們是什麼人 佔領的人 說佔領的佔領者 你為什麼有佔領者 承諾佔領者 反應用就什麼 理會是家 代表人 佔領者 代表人 沒有時間上的規定 他要給你賬英文也賬英文 這是贊料價 我問你代理贊領者可以賬多久 那有時間限制也沒有 但是有條件的限制 我講一個例子 我老闆買一間公司 我請了一個經歷幫我關公司 經歷去關之後 如果關好幫我賺錢 我叫他繼續關下去 他如果幫我賺大錢我很開心 他如果要離開 我會說萬禎時我給你加薪水給你留下來 是不是 對嘛 你表現好我希望 最好你兒子也厲害 你不要最好你兒子也早要去關 對不對 代理啊 我現在說代理啊 我是這個老闆人 我請了一個經歷幫我關 你如果關好我叫你關下去 但是 這個經歷如果有關不好 譬如說幫我泡我的完工 欺負我的員工 靠他薪水 給他淋水 我會叫你經歷行走 因為我是扣這個會開人 你不要管我叫你走 對不對 第二個 你如果 躺10塊給我 放2塊5塊 放在裡面 放在那裡 你給我投價錢 我會叫你走 對不對 那叫條件限制 第三個 你如果要把我公司都吃掉 放那些死 對不對 我一定馬上 不是自己叫你走 我會發言幫你告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叫做美國 美國是尖叫這裡 中華民國是代理 但是代理在台灣 台灣裡面 胡作威威威 做了每一件事都違反戰爭法 我這個美國知道這件事我一定叫你走 對嗎 現在中華民國要放錢走路 對嗎 你知道嗎 他們很早就知道 20多少年就開始錢在盤子 台灣人不知道 錢用盤子扣扣扣 還不知道 還要去照中華民國 就是現在的情況 說到這個 我這是要訴求台灣人 所有的人類歷史 從古代以來都是這種形式出現的 就是這樣 部落 部落就是不同的 很多家庭聚在一起 因為共同的水源 或是競座的地方 那叫做部落 英文叫做Tribe 部落如果燒到什麼 兩件事 這個合作 變成更大的部落 對不對 因為那部落比較大 沒有人敢給你祈福 但是燒到另外一面就是燒台 燒台通常是把對方都殺光 對不對 但是這樣不對 你如果對方都殺光 會發生什麼事情 土地變大 人變焦了 我要灌的更疲 所以他會做一件事 他會把老弱婦孺流下來 把你更厲害 更用的材料 像這個 男人跟你們 老來做什麼 做事 對不對 每天辛苦工作 吃飯睡覺 上課跳舞 對不對 你每天去露燒 時間到交水 交花 你知道嗎 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資源回收人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無頭的人 無頭就是你沒有效忠對象 過期你有效忠你的部落 現在你已經沒有了 因為你全壞 我會把你的頭砸掉 你只有身體上的功能 你只能做事 可以探錢 膠水 去養在上面的人 現在台灣人都做這件事 過期會做什麼事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用什麼通敵的手段 很簡單 宗教語言性智 改你的宗教 改你的技研 改你的聖 改你的聖 你現在台灣人所有的聖 聖的旗聖的男聖的靈 都是中國人率先給你的 不是台灣人本地的聖 你這樣比較好通敵 比較好慣 這可能對你們講比較複雜 我就暫時不講這一塊 這是台灣人的歷史 四萬年級 我們本來是部落 過到幾萬年之後 中間有一個大都王國 再來 到十三、十四、十五世紀 開始有外國的人來探索台灣 裡面有日本、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你來做什麼? 把你動罪殖民地 因為你落後 他要愛你的祖元 他把你通敵 因為你是元 我給你祈福 這個名詞 我給你一個名字叫做 掠奪者 掠奪者 掠奪者是什麼?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你漂亮、你漂亮的時候 他要欺負你 但是你老了 不要了 他不要了 把你等到 還去換一個新的 就是這樣 那叫做濕民地 去用濕民地 去用濕民地 去用那種的關係 你知道嗎 那這種人 在殖民地 做到的事情 他要拌到的 所以過去我們屏東外海 有美國的軍隊 擱淺 軍艦擱淺在那裡 美國軍人上岸之後 去讓我們高少主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 美國就過去大清 那時候大清在那裡 他照到大清帝國 跟大清皇帝道 說 你的人把我們抬了 白錢 你知道大清帝國皇帝說什麼? 那不是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一定不是我管的 你要隨便 你要跟台北怎樣隨便你 所以第一次 我們的高少主 跟美國簽訂條約 第一次 我們的高少主 美國說 拜我們來這裡 你不可以跟我們抬 有簽合約 你不可以跟我們抬 有簽合約 要表示台灣不是 都在大清帝國管的 屬性胸 不是 你知道嗎 我們的高少主 自己親自 跟美國人訂條約 你如果大清貫 應該是老闆去簽 那是你去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最後 日本人 因為打敗了大清帝國 跟台灣跟朋友 我剛才說的 拿到手頭 拿到手頭 拿到手頭一步一步 他這次 不是幫你做做使命 他是幫你帶來做母的 你十人要帶來做母的 我自己去簽合約 你十人要帶來做母的 上一筆 請他吃飯 買他洗衣 竟然要帶來 最後要帶來 去公正結婚 對外宣布 如果說這個現在阿伯妃沒了 你們阿伯不能亂來 還冠夫姓 就是這樣 一樣,1945年4月1號大日本帝國 透過黃民化一步一步 建設台灣到台灣變成 日本天皇的臣民 那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所以這中文字叫做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產生在台灣 就是這個土地上面的台灣人的性質已經改了 過去是去 雖然造達的自由市場 人家要請你去吃酒 你就去吃酒那些人 但是現在不是了,你現在有老公了 你已經嫁老公了 別人要請你去喝酒就問了丈夫的意思 不能隨便亂來 你知道嗎?已經有身份的 我們台灣人現在已經有身份 叫做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所以就算你把我贈你 但是我是有老公的人 但是很要求 美國幫你打擺我們的天皇之後 過期把你造達到雜坡 再上桌回來一次 再把你造達,就是中國人 再一次把你送了 明明已經嫁老公 他們要做他 這樣把台灣人造達 造達七十年 很要求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透過法理 把美國人照顧之後 這個人就要走 這就是現在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中華民國在走路 你看不見嗎? 中華民國以前很大的 國民黨很大的 現在都沒有去 已經不成氣候 台灣人現在全面執政 還要拿一個空間 雖然說全面執政 實際上這些操作 連一個林權都換不掉的 到底是不是台灣人的執政 秋西人 所以台獨整個 你能把台灣人到處理 你會把香港人做出來 你不用說小型 那是白人的柯 台灣人就不應該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你拿這張名字 是要走去哪裡 人家會動作是笑的 還是規規的 幾句吧 把台灣人自己身份找出來 比較重要 我們是佛拜山 老會會 告訴你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台灣人 沒有錯 但是你是當世界的人 你怎麼說得清楚 我是大日本帝國 台日本國國的臣民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真正的國籍 這認同在TPP架構之下 包含美日安保之下 我們是台灣人 這是不會跟你說什麼 就是因為很多台灣人 叫中國人生腦後 想說會不會對不起我的祖先 我就用科學的證據告訴你 我們的祖先到底是什麼 來 你有帶我小孩嗎 你們家的小孩子應該長得像你 對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身上的DNA一半會跑出來 你們母親的一半 跟祖先變成你們奶奶的 所以你們家的奶奶 不是像爸爸這邊就像媽媽這邊 對不對 像隔壁鄰居這邊就有問題 對不對 那整個面子 對不對 那就是有問題 因為你這個DNA就是保證的 可是這DNA在 就是你們家的鳥 有一個會突變 突變的就是不小心外刺去一塊就好了 因為那裡有幾億對染色體在那邊複製 搭配的時候會有 弄錯的時候 一個 那這一個就變成什麼 所有對你這裡生存的人 都有同樣的外出的地方 這樣就會怎樣 追回去你的祖先是誰 倒追啦 所以他現在國家地理頻道 他就利用棉花棒的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裡面 就把你的DNA查出來了 這樣把全世界人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都走出來 你看這算是嗎 算是最不要有一個箭頭 最不要到那裡的地方 全世界人來自同一個地方 來自哪裡 非洲 全世界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來自同一個地方 就是非洲 非洲從這邊出去 我們現在是在講DNA 科學證據 DNA 不知道什麼理由 這個人在6萬年前 開始遠離非洲 不知道什麼理由 他就是離開了 有一群人就往北走到歐洲去 有一群人就走到這個地方 有一群人就走到這個地方 有的人走南部 這樣 有人說 大山老師我比較注意的是 我們祖先從哪裡來 好 我們來對一條山 這上面是M174 從這裡出來來到南夜門 再來到印度 現在五萬幾年 你就這樣想好了 有一群人不知道什麼理由 就開始出走 離開非洲 來到一個地方叫做印度 覺得很漂亮 有一群人就留下來 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那你不喜歡繼續走 來到一個地方叫什麼 在印尼 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 就變成現在印尼人 跟馬來人的祖先 你知道嗎 現在差不多五萬年前 那是三萬年前 再也就走到哪裡 我們台灣 台灣在這裡 所以四萬年前 預測 估計四萬年前 我們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有一群人 老罪這個地方 就比我們台灣人的祖先 大了 就沒有再離開 在這個島上 生了四萬年 OK 再來 如果再不喜歡 再往前走 站在哪裡 現在是日本 你知道嗎 說到日本這個趣味 日本人知道我說這個後 三萬年前的航海 國立科學博物館 新的冒險企劃 日本人終於醒過來了 日本人做一個實驗 他的科學家 什麼的 由於吉蘭 外海 十元島 百寶甘 24,000 東 原本只有 日本人從這兒來 日本人以前都不知道 以為他的祖先物蒙古來的 結果不是 你DNA告訴你 他的祖先是對我們台灣嫁棄的 你知道嗎 來到日本之後 還有一天人繼續旅行 走一堆韓國朝鮮半島的北部 最後還來到西藏這裡 那時候韓國人聽到這個很開心 韓國說我是中國人的祖先 為什麼韓國人很小韓國人 韓國人講的是真的 人家照科學證據在講的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 韓國人的祖先從日本去 日本的祖先從哪裡去 我們台灣 還不是 你們看哪裡 所以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的 我們弄錯了 每一個秦民前 你去拜中國人祖先 你背祖 背禮四萬年以來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他慎中追遠要追到台灣 不是我們追過去 那鐵道拜 至於這位的中原地區 這裡有什麼人 你看那些人有蒙古下來的 俄羅斯這裡 你看黑海離海 在歐洲下來的 有印度這裡起來 幾十幾的人 兩萬多年前來到這個 中原地區 南宙會 所以中國這個 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很多 十幾種的部落 在裡面燒台 打來打去 把對方殺了 變成他自己的 又換成誰的 對不對 幾萬人 幾十多的人 在裡面抬來抬去 混了幾萬年之後 請問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現在躲在那上面的人 是雜種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因為他部落戰爭兩萬年 絕對是雜種 果然也沒錯啊 中國歷史告訴你 有什麼驚人進來 明朝 元朝 蒙古人下來 大清帝國是女真族 打在中原 把中國人消滅 所以他們那些人 都不知道什麼人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叫做中國人 你知道嗎 你要說中國人什麼人 漢滿門回藏門 說一頭堆 對不對 到底哪一種才是中國人 沒有嘛 沒有 沒有一種人 所以中國人叫什麼 那就是政治定義的名詞 沒有這種人 如果有的話 請你做一件事情 把中國人的血統 血液抽出來 跟我講說是中國人的血 科學證據嘛 那我也抽我的血 跟你比對看看嘛 看我是不是中國人 這樣就好了嘛 但是他絕對拿不出來嘛 現在你知道了嗎 中國人的血抽不出來啊 沒有 事實上沒有中國人的血 中國是一個政治定義名詞嘛 因為你問他說 什麼叫中國人 他說他講不出來 十幾二十種都叫中國人 那我會覺得 就好像有沒有蘇聯人 你告訴我有沒有蘇聯人 蘇聯啊 沒有嘛 蘇聯人有 烏克蘭人有 那個什麼 俄羅斯 白俄羅斯 有不同國家的人 組在一起叫蘇聯嘛 這是一個國家的定義的名詞 不是一種人種耶 人種是透過血液定義的啊 不是透過你自己 叫一個名字 照出來叫中國人 事實上沒有中國人 我跟你說 我白白的告訴你 沒有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那時候 聽到我這樣跟他說了 還真假就說 不然這樣啦 不要說中國人 我們說華人 我們都是華人 對不對 現在不是要發一個什麼 大中華卡 華人嘛 我們都是華人嘛 我就問他說什麼叫華人 我問你啊 什麼叫華人 你是不是華人 你是華人喔 你們也拜託耶 你怎麼是華人 什麼叫華人 我得問他 你說講華語就是華人 我說這樣講好笑 說華語叫華人 說英語就變成英國人 知道意思嗎 說英語都英國人 所以印度人也英國人 新加坡人也英國人 你也說英文 有些人也英國人 胡說八道嘛 所以你是什麼人 不是因為你說什麼語言 你說什麼語言 你知道嗎 是你身上的流的血嘛 所以這個計畫主持人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 你的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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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決定你是什麼人 不是你說什麼話 你不是說客話 你就變客人 你說什麼話 你就變客人 沒什麼事情 那是義言 你說英語 我講英語 我講我是美國人 不是啊 對不對 美國人會說台語 他不是台灣人 不是啊 你說拜託 語言不是決定一種人 文化 語言 姓氏 都不是決定你是哪一種人 姓氏 姓氏 給你修正 對不對 現在來編一個主譜 把你套在你的頭頂 你就收編變成他的人 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 頭腦有沒有清楚了 我們現在科學證據 跟我們說我們鹹費 那最清楚嘛 他們家的財產是誰人 分了 突然在找一個人說 我以前在發到頭身 我也要來分 很偏僻 你去鹹費 對不對 你一定叫他去鹹費 因為現在用DNA 讓你無材料騙的 一樣 你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鹹費 鹹嘛 對不對 那這個目的只是 告訴你這麼簡單 你不是中國人 不要再想那個 有的沒有的 就很清楚嘛 好啦 我們現在最欠的是這塊 這就要講一下 你有看超人片嗎 沒頭的 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超人片嗎 沒頭的 沒有看過 但沒看過這種沒頭的 我要說這就是 功能很強大 但是沒有效忠 為什麼要說這 你來民進府上看 我們目的是希望 你會來當 台北美軍 在台灣這個地方 通敵台灣人 對不對 你要成為 民政府的官員 對不對 你要治理這個地方 你上面的頂頭上是誰 我跟你說 你要先搞清楚 你來到什麼地方 你來這裡想看 這是什麼地方 台灣民政府 對不對 你知道是台灣民政府 但是台灣民政府的全名是什麼 好幾次開始 全名被動了 你還可以 怎知道 我轉名說了你聽 好嗎 你聽起來怕是 備 districts 台灣民政府來報告 台灣民政府在這裡擺明了 我們叫做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沒有辦法對我們這樣做 這是西方國民政府看看 那不是什麼輸出事件 記者要把我們送 有人放火給我們修 有沒有結果 那些人被抓去 國民黨說他要來辦 台灣民進行的違法單位 結果不了了之 所以到最後那些記者 都沒有要插完 全台灣只有兩個單位 我們整不到 一個就是AIT 一個就是台灣民進行的 你知道嗎 不是我們人比較壞 是我們這個名字 叫做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為什麼會有這個組織 就是在被占領地的百姓 所成立的 不是主動 美國從上而下的組織 不是下而上的組織 跟你說你就代表美國人 在這樣執行 台灣的民事任務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發的身份證 ID卡 這個上面最重要 你要印什麼身份證 都要有一個法源依據 這樣跟你說 任何人來到我們家 要查什麼東西 你說你把你的身份證拿給我看 你說你警察 你的證明 警察的那個服務證 你說你調查局拿出來 我可以錄音 我就要知道什麼人來到我們家 對不對 一樣 台灣民政府發這個身份證 我要告訴你 我們憑什麼發這個身份證給你 就要有法源依據 所以我一陣接受記者訪問 蘋果日報問我的時候 我跟他回答說 請問請你告訴我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法源依據在哪裡 那三個人我問的 中華民國從來就不敢回答 因為他並沒有法源依據 發放身份證給台灣人 你知道嗎 知道了嗎 他們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在他被委託管理的地方 怎麼可以發身份證 是不是 你夠流亡政府 他以國家的名義 再發身份證就不對 發護照就不對 因為你不是個國家 你怎麼可以發護照呢 所以我那時候講中華美國護照 不是護照 它叫旅行證件 對嗎 你知道嗎 發身份證也要對方是個國家 你才可以發National 就算要發台灣人身份證 也要發美國的國民身份證 怎麼發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並不存在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已經是死掉的這個國家 如果它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佔領了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發那個國家的National是可以的 所以那時候有的人講說 台灣人應該拿美國的身份證 國民喔 我沒有講公民喔 國民身份證 那我們發這個身份證 現在一定沒得念 但是我告訴你 最後這句最重要 OK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我們是在美國軍事政府底下 管轄之下所發放的身份證 你知道嗎 在香港的美國軍事政府 如果有人敢用你的名字 去銀行借錢 有個人敢用你的名字去銀行借錢 有人敢用你的名字去銀行借錢 你會不會告他 你會叫你一千萬 叫你去銀行 用你的名字去告 你一定跟銀行講 這不是我啊 你就是送錢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你被冒名的人會跳起來會告他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冒的名字在歐邊亂出來 對不對 一樣 民進府如果敢用美國軍政府的名字 在這邊發身份證 美國軍政府或說美國單位是不是應該跳出來 是不是 他會容許你四年多以來這樣子搞嗎 當然 這邏輯怎麼想不清楚 我講得很清楚 你們聽不懂 有誰可以冒著美國軍政府的名義在台灣開辦授課 然後用了四十幾個辦公室在全台灣各地 還有六大洲 每一期都這樣子 在網路上公開授課 然後中華民國內政部對我們無法可管 看完就這樣 這就表示有意思嘛 你台灣人怎麼 反而假的東西台灣人相信中華民國相信的 這麼離譜 對於真的東西在這邊放 實的你不相信 虛的你倒是相信得很認真耶 台灣人很可能耶 好啦 我們先不看這個 我們回到那個 我們時間快結束 我把日本時代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為什麼要說台灣時間 我為什麼要說台灣時間 就是你現在知道 國民黨為了要把台灣吃起來 給你 教你這套假的歷史 給你洗腦 我現在是跟你說那是假的 跟你說真正 過去有一陣子的歷史 在日本時代台灣人人 是怎麼過日記 讓你知道一下 我們就看那個照片好了 我時間不夠 我直接給他們看照片 來我要往下按 我要能往下按照片 待會我回來這邊看 最後那些照片 先看你給我看的照片 我要一張一張的翻給他們看 來趕快 趕快放照片給我 對照片趕快 來這個過節 1885年那時候的台灣 那時候是馬開博士 有沒有聽過 馬接醫院的馬接博士 那是一個加拿大人 在美國Princeton念神學院 來到台灣 那台灣人不斷吹起 這個啦 你有沒有看到 大蚵手的這個 這個蚵手 這個馬接 Dr.McKay 來台灣都是團教 行醫 蓋學校 主日學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的 大清帝國統帝的台灣是這樣的 以前 中國人在台灣國做幾項 就是 啟聲啟廟 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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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 因為台灣人很弱 對大清帝國 那時候大清也很弱 沒有那個能力 對台灣做什麼動作 比較衰 做不到事情 就會送到台灣人來做官 做官 做幾年就回到中國 在這裡的時間 不能攜帶家眷 在這裡的時間 不能攜帶家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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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高砂族都這樣 日本軍一敗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日本拿到台灣那時候 因為打敗大清帝國拿到台灣 他發覺台灣右半邊不是中國人的 右半邊是我們高砂族在住的 你賣家跟你們隔壁的家順序賣起來 隔壁會蓋起來 所以高砂族不然打開 湘湘的日本人走來 開始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才知道中國人出賣 日本人拿到台灣右半邊那時候 我這怎麼處理 就去問美國 為什麼問美國 因為過去美國是白人在住的 不是嘛 本來是印第亞人在住的 美國這個所謂本來是白人在住的 是不是 本來是印第亞人在住的 住幾萬年 白人個人不發現新大陸之後 歐洲的移民才慢慢進入 美國的嘛 去那裡怎麼 跟印第亞人都開了 對吧 剩一個點 開始建立美國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說法 美國的說法是什麼 引起部落形式 Tribe Tribal Tribal society 所以你要怎麼獲得這土地 透過戰爭統治的手段 征服他們 你知道嗎 英文字叫conquer conquer這些未開發的百姓 並做已開發的國家形式 你知道嗎 所以他叫conquer 所以日本人就要花十年的時間 那個理番政策 理番就是把你這個環納收編 變成國家 所以日本人在十年之後 把台灣的主權 第一次在日本人手中建構 租款 租款 租款這錢就要知道 什麼叫做sovereignty 第一次日本人透過禮番政策 把整個台灣的租款建立起來 變成unified的一個土地 右邊 高山主委也拿起來 你要順服我們 就不用幫你打 你如果沒有在聽話 就幫你打 打到土為止 這土地變成我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征服手段 這願意順服的 高山主委 跟修士 拿著鐵垢 鐵垢上面的瓜 那都人頭 那時候的高山主委 唱歌跳步 手上面拿什麼 那個就是人頭 那一支 掃看到 那是人頭 這日本軍官 高山主委的頭目 兩支腳上面 放一支都人頭 那叫出操 就開始建立學校 結果高砂族一開始不高興 走到學校 老師都抬了 這是生還者 日本老師跟村的台灣人都叫起來 開始上學校 黑棟開始去讀書 開始 第八連隊 空軍走一回 台灣的 我們在學校 高砂族一開始圍堵 畫畫 很快的時間 就在台灣建設 因為那時候它是帝國 很先進 馬上把台灣這個很落後的 大清帝國統治底下的台灣 剛才看的照片把它改起來 那時候台灣平均生命才35歲 不到20歲做老伯 30歲做老公要死 就是這樣 台灣的平均生命生活很壞 日本人來後把你整個都改起來 後來你看 日本時代 第三國路 就是現在的中山女中的女生 有漂亮嗎 過去的台灣人的印象完全不一樣 跟現在中國人跟你照 挑發的台灣人的照片也不一樣 我跟你說 日本時代第三國路的女生長這個樣子 因為老師也是這樣 台灣人是漂亮的 我告訴你 台灣人是漂亮的 當時怎麼變成這樣 難免的 就是一定 難民幫你教大人 中國人幫你教壞了 沒有好人快樂的日子 我告訴你一個簡單 你家老婆漂亮不漂亮 就看你怎麼照顧她 對不對 在愛裡面長大的人會比較漂亮 在被保護底下漂亮 這是什麼 鐵道旅館 北女裁縫客 這是什麼 工費燈 台北工費燈 台北工費燈 台灣人 台北市市民一個人 繳一塊 一塊很大 一塊的薪水只有十幾塊而已 一人繳一塊蓋起來 台北工費燈 工賣局 裡面 工費燈裡面 一塊的大食堂 台北市工費燈 貴賓市 中國人幫你來 後面叫做中山堂 其實是工費燈 大廳看電影 撞球室 我告訴你 一九二幾年 才是台灣的工費燈 收集 吃飯的地方 毒房 叫三三樓 日本時代 他們在推行 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很重要 就是把道路分成三樓 有快車道 兩邊重樹 再來慢車道 三樓 三條樓 日本時代的棒球隊 那時候每一個學校 都有棒球隊 不是中國人把我們領地後 用紅葉隊 用棍子去打那些酒頭 沒那麼可能 日本時代每一個都有 球衣 球帽 棒球手套 球棍 這是南門國小 對上 南門對上什麼 華山小學 棒球比賽紀念 有教練 有隊企 我手邊有四五百張 全台北市 全台灣各地 包括高雄那些 軟式棒球的照片 合照 那時候 棒球比賽 在日本時代 是全台灣的 很流行 所以最後 打到日本 甲子園的冠亞軍賽 我們會有什麼隊 加農 加藝 農 加藝農工 棒球隊 打到日本的 甲子園 拿到冠亞軍賽 那時候就有一種水準 台灣人那隊 就是這樣 以前台北市的公車 台北市火車站 全身全身 在日本有提供 台北市火車站 後來 哪裡 日本有的 創車站 台北市火車站 台北市火車站 管前路走到台北保護館 日本人在台北,在台灣蓋這個 帝國大學,博物館,是殖民地 殖民地不會蓋你蓋這個 日本的領土在蓋這個東西,高級的 這叫熔町,後來叫做橫陽路 台灣的所有的土地都要改名,改成中國名 你不覺得很奇怪? 青島東路,橫陽路,都中國名,很奇怪 這是台灣的 中都府,總督府 在北斗的火車 以前的Live Magazine上面,台北火車站的照片 以前的台灣 綽得很好的一個程度,日本人在這裡辦 台灣博覽會 新公園 台北火車站的第二期 以前的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他們在做什麼?喝咖啡,補粉 那不是不良少年喔 那是黏西 以前叫做排劇,海骨 排劇黏西 這人在黏他做的曲子 大家在那邊,文學家 喝咖啡,在彈 這是什麼?公園當中辦的國標舞比賽 你可以幫我弄到那個 那個什麼地方? 我看 我的PowerPoint裡面的後面的照片 這台中,我給你們看 很快,很快速的 台中的香蕉 這是新鮮 台中的神社 台灣的建設 你怎麼有 台灣的 台灣的 台中周廳 給你們看 風源家政女學校 整台灣 建設 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全面性 沒有偏遠地區 加農 加盈農公 這個台南 這張畫 中畫 那些水源地 都有煮來水的 你看 台南雨中的照片 日本時代 漂亮 很多台南 台南 台南示範 屏東 天皇來教育的時候 海軍 大日本地國 海軍到陸軍 高雄 唐場 高雄軟絲棒球照片 日本時代 你看 天皇來訪問 你看 UGM 幼稚園的園遊會 高雄水產實驗學校 學生開趴 鳳山 你看 這張畫面 這是鵝鵝鼻 那些 全家出遊 篩潔 來 便當市智慧 屏東婦女會 給人 機龍女中 幫我放 你說什麼 沒有沒有 先放我的PowerPoint的最後幾張照片 我給他們看 對對對 那我走到最後 我很快 來 我按不下去 對 來 按到最後按照片的地方 我按快一點 你可以直接幫我跳到最後那個照片的一頁嗎 要不然我這樣按 按太久了 直接幫我跳到那一頁 可不可以 直接跳到照片那一頁 你操作太慢我就只好用按的 可以嗎 不行的話讓我恢復 我就用按的 好 那讓我按 讓我按 OK 讓我按 來 然後你準備待會要放影片 那我先給他們看照片 你看 過期的台灣 大清帝國只有左半邊 右半邊沒有 你看它地圖只有左半邊 這是日本時代 你看 以前的台灣人 像這樣 這留學歐美的 你看照片 這開始是這樣 後來你看 你看看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我們 中多副前面的軍隊 你看 台灣人 台灣 男生 滑船隊 夠準的 你看 上課的樣子 柔道 柔道 健道 蘇姆 以前生的男生 會過的鯉魚棋 我們女生是學武術 花藝 茶藝 烹飪 對嗎 日本時代的台灣 是這樣 給你看 OK 放影片 來 放影片 麻煩你 你按這個鍵 先把這個關掉 再放 OK 好 開始放 麻煩你按這個鍵 就好 你按這個鍵 好 對 放開 小聲一點 我們為了這種情勢 打破 北 強固的國防 一線 更 南 産業 和經濟 生活線 開 我們為了 熱 光 光 熱 熱 光 和 熱 熱 195年 4月17日 馬關療醫界定後 台灣歸屬我國 總督執政府 40年的時候拍這個影片 讓你看台灣有辦法來改變 台北上 同十七日 時代 康尼師団長 是 總督執政司 40年之後 今日 絕爛的文化 台灣 生 過去我們被大清帝國當作畫外荒帝 台南居民叫做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我們變成帝國的臣民 北國軍的姓名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 理番 教育普及 不管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 都有 都非常完備 王室一世 同仁的恩怨 官民一致 台北市 看看夜景的話 表示什麼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礎建設做得很好 就有配電 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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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三宣路 這就是總督府 台北市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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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有聽 在網民市民 誇り Though 高東局 郵政總局 對面是台電 台灣電力註視會設 中豆腐的後面 一筆時代都氣好 總督府的關頂 長得不立即 啊 新的 永遠的彩虹 此處我 心裡的彩虹 來 這邊就是剛才說的 法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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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日本人來過期的中國人的東西 拆掉 兵器 總會這麼漂亮 好 再跳一下 啊 有人力車喔 有taxi 啊 又有公車 啊 又有公車 啊 這是 寧治橋 也開始激隆河 寧治橋 應該是 神社 台北神社 喔 鐵欄河 啊 陶晉一個表餐道 來跳一下 這是公費燈 啊 這是寶寶罐 台北放送局電台 齁 為一天 都有台語還有一支的 放送齁 食物園 好 再跳一下 來 再跳一下 來 再跳一下 這邊跳跳 再跳 再跳 這是他的 寶寶店 來跳 跳 跳 直接到淡水看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 再來看新店 新店 我們就看台語 茶葉那個部分 直接跳 直接跳看茶葉就好了 啊 茶葉製作過程比較有趣 好 大家看 好 都是人工去辦的 齁 拍到大陸 開始做什麼 你看 你會嚇一跳齁 你本時來投票 你會嚇一跳齁 你本時來投票 機械 用機械去做 去摸那個地標 現代化的主機設備 那個 生產線 每個人都乾乾淨 頭髒 我們把他穿去 他要撿地標 都不是一般 你們阿公阿嬤阿祖 那時候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有進步到什麼頂度 那時候就這樣做 日東紅柴 日東紅柴 台中 你看看那時候的台中城 是什麼 台中是日本人 拿到的新興城市 喔 那時候很漂亮 那時候有個 台灣的 金箍之聲 台中是台灣 台灣日本聯織 你看街上的路燈 喔 綠川柳川的新柳 台灣的京都之稱 喔 彰化銀行 台灣一陣都有 台中周廳 來我們就跳一下 我們趕快就結束 再幾分鐘就結束 來 台中公務員 給你們看 一陣就這樣噴水滴阿 可以夠準阿 你看看 日月潭 日月潭 最重要是供電喔 最大的水力發電 台南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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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嘉義 到嘉義 種植唐葉 明治治唐株式會社 那時候已經世界地位 僅次於古巴 印度爪哇 台灣北的四名 這裡面是我們土地最舊 但是鄭的 成為我國唐葉的中心 台灣是主產地 台灣 那時候唐葉讓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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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說很苦喔 不是 那時候已經有回家 1920幾年喔 3幾年來台灣喔 來跳到那個 對 你看看 日本時代都是這樣 太誇張了 砂糖為原料的點心煉乳罐頭 來跳一下,我們直接到酒精的地方 酒精研究所 酒精很像做工業燃料 好,我們直接跳烏山頭水庫 再跳一下 年一月到240萬 現在高雄 看高雄港的照片 停一下,看高雄港 那時候的高雄港已經衝得這麼好 前面電動 好,再跳一下 我們一看那個末尼 氣點 來跳一下 沿著國雄港的工廠都蓋得很漂亮 真經濟 來看末尼 在這裡 阿國沃尾 高雄港有輪船 跟日本那邊定期在互開 有六艘固定的航班 可以照我們 好,跳一下 我們去看飛機 好,地下電纜 好,地下電纜 好,飛機固定的 日本跟台灣這裡歸 好,內臺 我們的內地就是日本 好,內臺有 東京、大阪、福岡 東京、大阪、福岡 好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一日の連絡 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好,那我們就 最後 來,就這樣結束好了 我們就結束好了 來 OK 好,我們今天時間到 所以盡快把課提出 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把我們出去搬上完 好,歡迎 感謝大山老師 我們這節課要送到這邊 現在九點 我們可以到那個餐廳那邊 那廚房那邊 取餐用餐 有點心的 那你們明年要上的課程 課本可以放到這邊 那你們的 要睡的東西 要刷牙的東西 那要拿出去 你會用在衣服 好 待會我會把它收起來 我問我會把它收起來 好 嗎 我會不會